这个老头穿上了最帅的西装 然后把投赛尽早已系在房梁上的绳索 他刚闭上眼睛 准备跳下椅子时 就听到屋外传来了吵闹声 原来是对面来了个新邻居 他们不仅把车开进了社区 还把老头的邮箱给撞坏了 老头气不打一出来 被迫暂停 只好出门去帮他们把车先停好 然后骂骂咧咧地回到房间 继续完成自杀 可刚挂上绳子 却看到了邻居的小孩在朝房间里张望 他赶紧又终止了手上的动作 今天的自杀计划又泡汤了 这个看起来与人为善的老人 为什么会执着于自杀呢 老头叫欧维 他每天都对这个世界极恶如仇 看不惯身边的所有人和事 老伴的离世加上又被公司辞退 让他变得孤苦临兵 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牵挂了 想要早点去陪老伴 这天他再次穿上西装 提前把窗帘拉好 又一次准备上吊自杀 但这时候门铃突然响了 他本来不想理会 但很明显暗铃的人并不想放弃 他愤怒地打开了门 却发现是邻居的两个孩子 他们给他送来了好吃的 想要跟他借用楼梯 欧维刚把梯子拿给邻居 一个老太太又想让欧维帮忙修理暖气 欧维生气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来打扰他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离开 他回到了房间 捂摸着妻子留下来的衣服 仿佛看到他还在自己的身边 这让欧维坚定了自杀的想法 他果断地套上绳子 踢开了脚下的凳子 弥留之际 他想起了小的时候 母亲很早就离开了人世 他跟着父亲在火车站工作 在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父亲到处炫耀他的成绩 却被火车撞死了 正想到这 绳子突然断了 他气得拿着绳子去找那个卖给他的人 说他卖的是伪劣产品 不死心地欧维又拿着管子 插在了汽车的尾气管上 封闭了门窗 发动了汽车 在歌声中沉沉地睡了过去 他想起与妻子初始的时候 他的家被无良开发商烧了 无家可归的他只能借宿火车上 第二天醒来的他看到了穿着红鞋的女人 美丽动人的他让欧维迅速陷入爱河 为了跟他再次相见 他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坐这辆车 终于 在欧维快要放弃的时候 他再次遇见了他 他鼓起勇气约了女人吃饭 但他的钱只够付一个人的晚餐 他告诉女人自己的家被烧了 他也没有钱 这让他感到很自卑 他想要离开 却被女人稳住了 就在这时 他被敲门声吵醒了 他又没有死成 男人晕倒在铁轨上 周围的人不仅不救他 还掏出了手机录像 一旁的老人健壮 毕无反顾地跳下站台 他拽起了倒地的男人 使劲把他往站台上推 这时其他人终于反应过来 纷纷伸出援手 把男人救了上去 但老人却直直地站在铁轨上 不管旁人如何焦急地劝说 老人愣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突然瞥见了站台上的一个小男孩 想起父亲的死留给自己的阴影 老人还是回到了站台上 在旁人不理解的眼神中 转身离去 事实上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自杀了 回到家的欧维遇到了邻居 他的丈夫腿摔伤了 他请求他送自己去医院 到了医院 女人又让他帮忙照看两个孩子 没有经验的欧维对于照顾孩子有点生疏 但还是尽心尽力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回家后 两个孩子送给了欧维一幅画 在他们的画里 欧维是彩色的 也许是他们希望欧维能够开心一点 墙角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是一只流浪猫 因为自己女儿对猫过敏 邻居请求欧维收养猫咪 欧维虽然嘴上说着嫌弃 但看到冻得瑟瑟发抖的小猫 他还是给他拿了一条毯子 第二天 他来到妻子的坟前 告诉他自己又多了一个雷坠 等他安排好他的去处 自己马上就去找他 话虽这么说 欧维每天都抱着猫走来走去 还会给他好吃的 在不知不觉间 欧维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不仅答应叫邻居开车 没事还帮忙照看孩子 看到他家乱糟糟的 还会主动帮忙收拾干净 还帮妻子的学生修好了自行车 渐渐的 他跟邻居的关系越来越清静 脸上也逐渐出现了笑容 收养的那只猫咪也很懂事 每天晚上都会陪着他一起入睡 有了这些羁绊 欧维暂时把自杀的事抛在了脑后 直到这天 他最憎恨的白衬衫又把车开进了社区 他怒气冲冲地冲到汽车面前 他在网上调查过欧维 知道欧维的妻子过世的事 也知道欧维的心脏不好 故意拿这件事刺激他 这一刻 欧维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他回到家中 又想起了妻子 崩溃地大哭起来 他从仓库里找出一把枪 这次他必须要成功 老人拿出一把长枪 抵住了自己的下巴 想了想又将枪口放进了口中 结果却根本放不下 他又把枪对准了自己的额头 突然 门铃响了 这是欧维的第七次自杀 又一次被人打断了 欧维打开门 看见是妻子的学生 他被家里赶了出来 希望能在欧维家借助一往 本来欧维是想拒绝的 但一听到学生说 如果老实在的话 一定会收留他的 这话一出 欧维就不得不收留他了 第二天 小胖告诉欧维 他瘫痪的好友 要被白衬衫强制送往疗养院了 因为这样疗养院 就可以骗去补租金 欧维听后非常的生气 他开始收集资料 到处打举报电话 可根本就没人搭理他 邻居知道后很生气 他问欧维为什么不找别人帮忙呢 没有人能独立他人而活 就像他一直无法接受 妻子的死亡一样 欧维听完后陷入了沉思 接着 他开始对邻居敞开心扉 妻子怀孕后 他们就计划着出去玩 本来是一段很美好的旅程 但就在返程的时候 大巴车遭遇了车祸 他们的孩子没了 妻子的双腿也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妻子原本是一个很优秀的教士 但当时没有一家学校愿意要一个残疾员 妻子并没有因此放弃 反而还安慰起欧维来 为了让妻子实现梦想 他打了无数个电话 给建筑队提了无数个修建斜坡的建议 但没有一家学校采纳 他就自己去学校门口修了一个斜坡 妻子也顺利找到了心意的工作 他教过的学生原本是最差的 但在毕业时都变得越来越好 这样正义的一个人却死于癌症 欧维答应过他会随他而去的 可是自己并没有做到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 欧维联系了一个知名记者 当白衬衫再次到来的时候 记者拿出了疗养院的收支报表 告诉他如果他坚持把人带走的话 自己就会曝光这一切 在大家的帮助下 欧维的好友并没有被带走 很快 邻居的第三个孩子就出手了 欧维拿出了当年给自己孩子做的摇篮 送给了宝宝 抱着这个手臂大小的孩子 欧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一天早上 邻居发现欧维居然没有起来扫雪 这让他感觉到了异常 他们跑到欧维家查看 果然 欧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但这次欧维并不是自杀 他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 在生命的尽头 欧维再次从那辆火车上醒来 他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红鞋子 还有他灿烂的笑容 终于 他再次跟妻子相见了 或许终会有一天 我们也会遇到一个 让生活变得五彩斑斓的人